大家好,歡迎收看《初歌學投資》 我是李國慶 我們經常聽到金融市場關心債息的升跌 究竟什麼是債息呢? 我們經常提到的債息其實是指資息 而資息和票面息是有分別的 我們首先要認識一下什麼是票面息 然後再講資息 票面息是債券發行的時候 定名向投資者派發的利息 票面息率是以年利率計算的 票面息多數是固定的 發行債券的時候 除了定名利息之外 還會定名每張債券的固定價值 我們就稱之為票面值 舉個例 A債券的票面值是100萬元 而票面息率是5厘 債券持有人一年就會收到5萬元的利息 至於知息 即是我們慣常說的債息 是用來衡量債券的實質回報率 債息的高低受到債價升跌的影響 因此債息是浮動的 簡單來說 債價升債息跌 債價跌債息就會升 兩者是懲反比的關係 用回剛才的例子 票面值100萬元的A債券 當市價是100萬元的時候 債息和票面息一樣是5厘 不過當A債券的市價升到120萬元的時候 由於依然收取固定的利息5萬元 5萬元的利息除以120萬的債價 債息即是支息率就會跌到4.2厘 情形就像一層樓一樣 樓價由1000萬升到1200萬之後 租金維持在50萬元一年的話 租金回報率就會由5厘跌到4厘2一樣 實質的回報率是低了的 相反 如果A債券的市價跌到80萬的話 由於依然收取固定利息5萬元 5萬元除以80萬的債價 債息率就會升到6.2厘 情形就像一層樓一樣 樓價由1000萬跌到800萬之後 租金維持在每年50萬的話 租金回報率就會由5厘升到6厘2一樣 實質的回報率是高了的 至於影響債價以及債息的因素有很多 包括息口預期、通脹預期、避險需求等等 我們會在另一集跟大家詳盡解釋 總而言之 票面息只是反映一隻債券會派多少固定利息 債息所反映的才是債券的實質回報率 我希望你會有渡的評論 我希望你會這麼欠仁 食材時是想賺到15分鐘 入口再騎券